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美國洛杉磯在日前 連續發生了盜察團火襲擊商場的瘋狂搶劫事件之後 有消息證實 一些盜察已經將目標轉向運送包裹的貨運列車 鐵路旁邊鋪滿了成千上萬個被偷走物品所遺棄的包裝箱 1月14日 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第二頻道攝影記者 約翰斯賴伯在推特上發佈的影片震驚了美國社會 影片顯示 數以千計被丟棄的包裹包裝 散落在聯合太平洋公司 洛杉磯運輸中心外面的鐵路旁邊 該運輸中心位於林肯高地附近 大約在洛杉磯市中心東北3英里左右 這個關於大量被盜包裹的影片 在推特上被迅速傳播 短時間之內就獲得了近5萬個點讚和4萬個分享 斯賴伯在推特上寫道 你不見了一個包裹 你的託運發生了延遲 或者你的包裹就是我們發現的 被丟棄在鐵路旁邊幾千個包裹裡面的其中一個 這個還只是盜察門看中的其中一個地區的火車 據斯賴伯透露 一些被打開和丟棄的包裹裡面 還包括了未使用過的 家用COVID-19和Apple Pants測試包 在推特上的一個發帖裡面 斯賴伯展示了一個被打開的包裹 這個包裹上的地址顯示 它原本是要寄去華盛頓的 但當斯賴伯輸入它的聯合包裹追蹤號碼的時候 發現那個包裹被標為 延遲遞送 聯合太平洋公司發言人羅賓·泰斯維爾 在一份聲明中對《大紀元時報》表示 在過去一年裡面 洛杉磯縣的鐵路道士案增加了160% 通常貨運列車在到達運輸中心之前會減速或停車 之後才會駛入聯合太平洋的倉庫設施 按照斯賴伯的說法 當貨運列車減速和停車的時候 小偷就會搶劫集裝箱 他們經常都會看準寄給住戶的UPS包裹 希望盜取近值錢的商品 聯合太平洋鐵路公司有他們自己的警察執法機構 不受洛杉磯警察局的管轄 泰斯維爾透露說 在假日購物高峰期間 聯合太平洋公司增加了戶外執勤人員的數量 並且逮捕了100多名火車的盜匪 此外他還透露說 單單在過去一年裡面 他們公司就因為鐵路盜洩而在索賠損失 和損害賠償上面花費了大約500萬元的美元 泰斯維爾說 但是暫時還沒有任何法庭 因為要審理這些盜匪的問題 聯繫過聯合太平洋公司 他說 洛杉磯基縣地方檢察官喬治加斯康的一些政策 包括將這類罪行歸類為輕罪或微罪 這就是為何還沒有被捕的搶劫犯 要進行法庭訴訟的原因 根據泰斯維爾的說法 這些政策導致鐵路盜洩案件的增加 因為他們犯罪之後不會再有任何後果 泰斯維爾說 雖然犯罪分子可能會被抓獲或逮捕 但是對他們的指控被減輕到輕罪或微罪 他們只需要支付名義上的罰款之後 就可以在不用24小時之內回到街頭 事實上 犯罪分子就直接跟我們的執法人員吹噓說 這些拘捕根本就沒用 去年12月他們公司去信加斯康 敦促他重新考慮這些政策 信裡面說 雖然我們理解 這項政策只在實現社會公正的目標 但是我們需要司法系統支持我們 和當地執法部門的合作和努力 追究這些罪犯的責任 最重要的是 要幫助保護我們的員工 和非常關鍵的本地和全國的鐵路網 目前 加斯康正面臨兩項要求將他罷免的運動 這兩次運動都將他的改判輕罪政策 列為要求他下台的關鍵因素 而聯合太平洋公司並沒有具體說明 他們會不會幫助確認和補償這些不見了的物品 截至發稿之前 加斯康的發言人都沒有回應記者的提問請求 本文由英文大紀元記者Makila-Ricavorty報道 高撐編譯 這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的部分內容 也都加入了大紀元的Patreon 也都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教文旁邊的Patreon